女生喜欢你就会做你的女朋友吗 想得美 绝大多数女生就算你是一见钟情 也不会主动投怀送抱的 现实是女生从认识你到成为你的女朋友 往往是要经历五个筛选阶段的 缺一不可 大家记住了非常关键 免得以后追不到女生还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筛选阶段就是不讨厌 也就是有基础的好感 不是你帅她就一定会对你好感 你刚好长得跟她仇人一样 长到她讨厌的点上 照样是不响应的 但记住了基础的好感 仅仅代表她愿意和你保持最基本的社交 第二个筛选阶段是看你能不能够达到 她交往男朋友的最低要求 就是看你配不配女生 人上都会说没啥要求 其实心里都一本账 身高要貌 经济条件 生活品味 性格特点 只有达到了这些基本条件的基本预期 她也觉得和你做情侣 不会降低她的生活质量 恋爱质量 才会考虑和你更进一步深入的聊 给你单独约她的机会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筛选阶段了 看看和你有没有共同话题 相处舒不舒服 难道呢 没有入选标准的人可能不值你一个 所以呢 要多接触 看看 开不开心 你的条件啊 多满足了 但是聊不到一块去 跟你在一起啊 很别扭 那也是不行的 第四个阶段 才是对你有心动的感觉 有恋爱的冲动 这个时候呢 她对你的感觉啊 明显是区别于普通朋友的 聊天约会时啊 会觉得小鹿乱撞 刺激又浪漫 这样呢才能够喜欢上你 哎 光喜欢上你啊还不行 还有第五个阶段 那就是你要是能够主动的 去带领双方光线的发展 确定关系 女生啊 天生呢是被动社交的 我要使用她现在的男生 要扑倒你 你得有能力去通过 最后一层窗户指才行 把握住机会 创造实际 把它一举拿下 她才会最终获得安全感 觉得是你追到了她 好让你被她负责 这五个阶段啊 缺一不可 没有接触好感啊 就不会理你 有记者好感 当然觉得你配不上她 她就会和你保持距离 能够聊得来 是没有心动的感觉 最后啊 只能够成为普通朋友 有心动的感觉啊 但是你不会去 主动升级关系 不懂得编户的操作 那最后呢 也是不了了之的 甚至会生好朋友 被胎难闺蜜 哎 兄弟们啊 是不是觉得挺麻烦的 麻烦就对了 你不怕嫁错了 女人啊 找对象就是比男人 更加的谨慎 考虑的更多的 你要是女人啊 你也会这样找对象的 既然你是男生 与其抱怨人还不如好好地提升一下情商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和女生聊天 不知道怎么去约会带领她 那么可以私信我发送666 送你一份恋爱电子书 把娜姐总结的方法分享给你